Bluff 终于中圈了 再给对手看牌 对手一定要再有一点东西 对手这里可能想我输勾 然后只输A 这个玩家跟Fish 他刚才也有一定的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History 对吧 有点历史 他们就是刚才打了一副 就是合拍Bluff 然后加了一个ReBluff 对 这个时候Fish心里面就在想 哎呀我打多少 打多少 为什么这个只是一万九的底词 不是十九万的底词 为什么我手里有这张A 我把这张A给对手行不行 看他的下注了 他如果自己下轻注 是要抓对手的任何守队和圈 下轻注是想抓对手的圈和A 抓对手的守队和圈 圈都没有抓到 很可惜 那如果读这里对手有A的话 他很 很沮丧 失落的 失落的 虚了一口气 他这里如果打一个比较重的主的话 是要去抓A的 所以他读牌非常精准 他觉得对手没有A 他觉得对手没有A 所以只下注六千 我们现在看见就是现在Makita Badazowski就是我们说的Fish 他现在是积分牌领先 二十三万筹码 然后接下来就是加拿大的Michael Watson 十二万三千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Gab Patagalski 他是9外5 是领先的三个玩家在这桌上 这个很好的是我们不会有没有action的时间 我们可以从蓝桌跟横桌就是调来调去 因为每张桌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就是没有精彩牌的 对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就是都播放给大家看 不过总比长牌好 对 因为短牌它还相对比较激进一点 是 因为大家重牌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对 那这边Divores 他是Chunk Away 三家都拿到了可以游戏的牌 对 直接是打了All-in 所以说你看石沟这首牌是非常非常好 是拿到石沟就好像像拿到A的 呃那也不至于啦 但是但是至少心里是有点底气 对对就是说你肯跟大家打完 对我我愿意在我主动放进去的情况下 且对手有气牌率的情况下我愿意跟对方打完 对 那如果实在是我解除对对手没有气牌率 那我还是会扣了 就是让我看到翻牌了 因为石沟毕竟是买牌 对 它毕竟是买牌 那这里我们看见Ben Lam 呃枪口味加一的位置上用勾10跟住进来 Hexton他是18也跟住进来 那这边Daniel Divores 他在装备达到圈圈 嗯 这里必然是一个家住 那他选择加入到1万 石沟是不会气给他的吧应该 石沟后手有多少 后手有101K 石沟是不会气给他的 这牌太强了 但是石沟面对圈圈 是一手比较被比较尴尬的牌 因为他石沟强就强在 他是有顺 对 他现在的out 对 都被在对方上上 但是圈圈是正好是压了他的上顺 那我们看见 非常容易反超 是是 这边就算勾10 他是第一两队 他中了两队 我们也看见圈圈 他的盈利是55% 依然领先 就是在短牌里面 敌两队不算强牌了 敌两队是成牌里面的中落牌 对 而我们长牌就不可能看见这个数据 因为 因为他更容易 就圈圈更容易就说 他这里圈圈之最强 因为他还有卡纳兹顺的一个out空间 对 我们看见他转牌上 马上发出了一个圈 但这个圈对他来说 不见得最好 发K的话他是最定心的 是 因为发K他手里两队圈 对手有圈的概率非常非常小 对 对手就是手上有K的可能性也不低 对也不低 也挺高的 如果合牌发一张石或者发弹钩 那就有意思了 哇 我这个 我这个嘴哦 你开你 这边我们看见 就是两个player都拿了葫芦牌 这里钩石要损失不少 损失不少 对于我这种 我打的玩牌非常激进 我对于我这种激进玩家 这里应该是打光了 我们看见这边 Ben Lam他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下注 他不知道对手有什么牌 对 他是现在这里想打一个value 对 他想value一些K 他想value一些K 甚至一些go 但如果他 甚至就是说 这样你打有个好处 就一方面对方有K有go 可能会支付他 对 另外一方面 对手如果有这样葫芦这么强的牌的话 直接all in了 那这边我们看见Daniel DeVos 他选择了all in 他还想会输很多 很说的东西 那这里Ben Lam他会比较难受 那这边呢他打了一万的 就是下注了一万 他会让对方觉得就是 是不是他的牌力不是那么强呢 还是怎样 所以他会考虑到 对方会不会反击他 你说的是induce bluff吗 对 我觉得他自己既然这样在考虑 那他应该不是induce bluff 就是说你会觉得他应该会step court 对 对不对 如果反一下 这两个人排反一下 圈圈在前只尾下这样子一个柱 是绝对有induce bluff 因为圈圈这里真的很难被超越 圈圈这里是输的很少的 输AA嘛 A勾都赢不了 A勾都赢不了圈圈 但勾石这里是 因为他是勾石这里是 你很难赢这样子一个下注 对手这样子一个下注范围里面 如果对方是成葫芦的话 你这里你几乎只能赢1010啊 你手上还有一张10 是 小葫芦在短盘里面是很难 很难很难赢的 这个表情他可能是要for掉 这里他输的组合太多了 在这个面上 他现在考虑的就是 就是Divorce他会这边做一个block for掉了 nice forward nice forward 因为他这里只赢一手1010了 并且1010也是overplay的一个battle 因为一般实时在这个合牌的情况下一般只有call 对对 然后这里说他拿了一个葫芦长期这样子破牌 如果对手是在bluff你会不会损失很多 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这里的一个面对这样子一个东西的话 你面对这样子一个battle in 你解读对方是value的话 你真的很难去call 哪怕你被对手偶尔被对手move掉了 move掉了 你这里其实也不至于会输真的很多 但又跟我之前说的你好像不能有气牌率啊 这个冲突 但我说的是你不能有气牌率是说 在牌没有发完的情况下 你还有发展面 那你被move掉了 你的发展面 就是我可能我还有百分之十几的盈率被你给打掉了 甚至我可能领先的被你打掉了 但是这种情况是你当你解读你这一小了的情况下 你的确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因为合牌已经发完了嘛 那我们看见这个flink的玩家 他真的在装卫他的range 很宽 有很多牌手 他是七牌的牌 我觉得flink他在这边都会选择跟住 看见这边 azak haxton 在转牌上拿到了瞬 而且是一个nats瞬 在没有攻对面的情况下 他这里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甚至哪怕合牌出了一张方片 也不会说特别害怕 因为毕竟在短牌里面花太难得了 对 这是一个link跑对吗 它是link吗 应该是link吧 好像他前面是7000对吧 是跟住的跑 那他这边就是azak haxton下注了5000 被96high加注到16000 他是两头买胜嘛 就A可以当5的情况下 是买7买10 出7出10都是胜子 对算一个做一个semi bluff 对 但是不幸的是 他正好撞上 对手是上瞬 对对手是上瞬 就意思说他就算买到他的瞬 也是不赢的牌 对 他这里已经是join dead了 这边又被反加到36000 很僵了 他现在就 刚刚说到什么奖金几千亿啊 这是夸张的说法 要肯定主赛冠军 就是哪怕主赛冠军 200万买入主赛冠军 奖金也肯定没有几十亿人民币了 我怕就是说 我怕观众听了说 啊 这个比赛有这么多钱吗 对 还是要 还是要澄清一下 因为你看见很多国内玩家都跑过来参加了 对 但这个买入也是在太大的点 他这里要call的 要call顺子去 来当7 你知道他们这个比赛主赛 出攻队了还好一点 出攻队反而保护着他 他们说有可能想改到100万的买入 然后有很多玩家就说 如果你们改到100万 我们就不来参加了 为什么呢 他们说买入太低 哦 100万买入太低 对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没法想象 因为他们要考虑就是不停的可以再买入 再次买入 所以说实在的 你如果就准备了200万来打主赛是不够的 肯定不够的 对 我觉得一般是 远远不够的 对一般你要准备就是两个帮应最少来参加就是这个主赛 对对对对对 像你打这种系列赛你可以考虑的是我这个我这个比赛就输掉了我今天觉得状态太差我不打 但是你不能说我输掉就再也不打 对 因为短牌是一个你知道线下赛特别是说线下赛比较少的情况下 是你要长期 你你一定要长期 因为如果你只打一场你这辈子只参加这一场你就等于在在赌博嘛 这是一个一个博心态做出你的心态这是不好的 科学的说法 是 啊 easy fold 没有任何东西 能考 短牌是一个 短牌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一个游戏相对于长牌说我个人经历而言啊 嗯 呃 如果打一点标准局我觉得就是说短牌的标准局的波动是比得铺的波动大十倍 正好是十倍 就相同的时间段 那也挺可怕的 嗯对对对但你可以降级嘛 嗯就是说其实它的分级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机制 嗯 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三家三位玩家进路就是第一次然后呢翻牌是圈八八 这里可以发现一个很神奇的 就是勾石的盈率比A10高 对不对 对 因为这边是有买顺的可能性吧 石钩这手牌的强大 可以体现出来 非常强大 我们不用说 就不用吹这手牌有多强 我们就是看下去 看出来 对 因为这三手牌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它的盈利是最高的 对 即使它目前是落后于A嗨 就是说绝对排力上落后于A嗨 但它的发展面非常的强 这也是为什么说石钩 就大家打来打着 这个游戏短牌发展到现在 打来打来发现 这个石钩啊 89啊 99牌 为什么 就感觉很奇怪啊 就打来打明明就很好用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有时候你没有看这种视频 没有发出这个 就是盈率的话 你不一定知道 对 对 这个牌有多强 这个数字不体现在上面 是 你很难去 对 对 所以我希望就是 大家看到这个直播 可以就是让自己的短牌的 就是打牌能力也就 对 对 我很喜欢这样子有一个比例尺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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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面一个体现 这样子大家看的时候 就说 同时也可以学到 我这种牌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 而不是只凭感觉 是 因为说 打牌 特别是短牌啊 它的数学方面的概率 远远比长牌要重要 就是哪怕你 你对一些牌的模糊区 像石钩这种牌 你到底在哪个区间 你到底排力尺 处在于排力尺的哪个部位 你必须要清楚 对 因为长牌 你在圈八八这种面上 你应该钩石 是不可能再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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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排力区间越是接近 你越要去对他有个精准的解读 那我们这边看见就是枪口位 圈K同时遇到了对被自己主导的排行 拿到K圈 他就是跟住 AK也是 只是做了一个跟住 想看班后 那AK在这边做跟住 他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见 看他们就是preflop 反应 要跟大家打完 可以的 可以的 都可以 因为他AK这里位置也比较 比较 僵嘛 就位置不太好 嗯 他路口之后AK是在装位 是无论如何不会做 不会做check动作 是 他一定会加住 对 无论如何不会做 这跟位 就是说 短牌这里AK 他选择 选择跟住 就表明了 他在心里面是懂 就是在短牌里面 什么是核心 什么是精髓 位置 气牌率 打对手的气牌是精髓 绝对牌率来说 你AK 在前置位 只要防住就可以了 只要防住就可以了 但不能说这里就不能raise 这里当然是可以加住的 嗯 嗯 那我们看见这转牌出了一个吧 那这里AK在翻牌前在翻牌的时候做了一个check call 那这里他可不可以如果ban lam继续下轴他可不可以跟呢 好我们看见这边他们是大家分钱 对 那两位都是ahe 对 然后呢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A9这里有一个50%的一个权益尺 然后AK这边有75% 就是加起来超过100%是因为他们有重叠的部分 对 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分钱 Tie A size Tie said no good No good No good Taff good Taff good Taff good Everybody loves a chop pot Everybody loves a chop pot You give him the extra chip right Worse position No you got it I know I'm trying to give it to you I have seven now You have eight Yeah I would have bet if I'd realize that See it was good 牌手很诚实啊 对 很诚实也很友好 把属于前之位的就多的一个筹码给了他 那我们看见现在忙住友生 我们现在的前注Angie是两千 然后呢装位需要付四千 一下子就翻了一倍哦 可以看到即使在级别一 大家已经有很多次打到All-in的情况 是在长排里面是不可想象的 对 这就是这个短牌的波动的体现 对 因为就是说你说100个大猫 我们看多好多次就是All-in 给大家打完 现在50个大猫就已经是短筹码了 短筹码就是考虑的是番茄的一些 这里基本上番茄Squiz可以有很多 刚刚说有番茄Squiz很多All-in 马上就来 对 马上就来 这里50个anti 像这个时候石沟这里面对一个前置位的All-in 他很难扣 因为他没有投入 他没有投入 他不是说我做了一个open 然后再去扣别人 但石沟如果你先放进去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在短筹码的情况下 因为他没有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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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投入 对于这样级别的一个边赛来说 这些人的Bankrow是可以支持无线白银的 就可能对于不在扑克圈的普通人来说 25万的报名费好高啊 25万的港币 但是对于排手来说 优秀排手来说 他们的Bankrow是 打这些比赛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对 而且就是 资金管理比较好的玩家 他们都会就是 把自己的股份卖出去一点 对 特别是像Fishall 别的人我不知道 像Fishall 013 我不知道能不能报他的 我不方便讲具体的 但是我知道 这应该是行内人都了解的一个情况 就是像他们这种级别的排手 他们Bankrow 至少都在几千万美金以上 至少 对 就是我保守的说是几千万美金 那就不保守的说 就是他们会很讲究的说 OK你这个比赛 有Bankrow需要是50次的买路 100次的买路 才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 对 他们会很守规则 短牌可能需要更多 短牌可能需要更多 对 然后呢有些就是 现场玩家他们会觉得 哦我有10个买路就OK了 我可以去打这些比赛了 不可以不可以 这是我们站在职业的排手圈 你这样做是错误的 WCOP是他们的目标 对 然后呢每年就是有很多就是 对对对 开这种就是车的玩家就是 一般他们都是工作方面都是很 很一般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会存一笔钱 然后每年都会去参加这个WCOP 对对对 一个扑克基金对对 像大多数的娱乐玩家心态 就如果好的话 完全可以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 充满娱乐玩家的一个扑克圈才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扑克圈 人人都把这个当做我的生命 我的职业的话很枯燥很枯燥 因为扑克本身是一个社交游戏 对对 是以欢乐和积极的情绪为主的 对啊 我很羡慕那些就是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 我是身边有几个朋友 打扑克的朋友 他们是自己有工作 然后他们每年会 他们的就是用年薪的百分之十 或者是甚至热情一点 或百分之二十 作为这部分钱我作为bankroll 我每年去打这样子一个 因为在欧洲马上他们会去打EPT 会打一些对 对对 WSOPE这样子的一个赛事 就去享受比赛 他们不会去准备bankroll 对他们的时候没有这个概念 他们就是 就是去 去享受 我去追梦 对 他们可能水平也不高 但是 但是就很想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 这又可以理由一切 对对对 对 我很羡慕这样的一个心态和生活 对 因为这样就是你 如果就算出局 对 或者任何桌上的决定 不会让自己方面有这种影响 对 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对 这是最关键的 这里 所以 Ago是欧林遇上了KK 哇 我们看见在这个桌上 现在 Azak Haxton 他充满最多 嗯 嗯 表情有点 有点 难堪的 对 对 那这个比赛我们现在是在蓝顶的娱乐场 对 在基州岛 基州岛 神话世界 神话世界度假城 他永远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对 拽拽的 我很喜欢他这个这个表情 对 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看上去就特别 怎么说呢 有种别样的气场 虽然我往往看到的时候都是他快要淘汰我的时候 哈哈哈哈 对我真的碰到他哭了好多次哦 好 这里是一时候九九遇到了A圈的All-in 呃 这里九九 呃 他 call了 我们看一下 啊 Fluff就一张圈 更多的Ods 呜 你看他现在转牌出来了 六七九十K 啊 六道 六道了 对在盒牌追上了 他是童话 对 那我们看见Ben Lam在这边是被淘汰了 那他可以选择继续买路 那他可以选择继续买路 这个盲主级别真的更激进了 对 对对对 短牌的话他的生盲是呃 身盲带来的节奏压力会更大 嗯 相对于长牌 特别是在五十个anti以下 对 对 可以甚至说五十个anti以下几乎没有操作空间 因为你录齿了你就淘汰 对 有任何据都要去 对对对对对 所以变成了一个 再生两集的话就变成一个AOF的游戏嘛 就是all in or fold 对 对对对 有没有打过长牌的all in or fold 啊当然有啊 我我所有的扑克游戏都打过 都玩过 对都玩过 那个游戏挺有趣的 啊对对 那 那 那你这次今年有就是拿金手链的目标 拿什么 金手链 啊 这个不太好说啦 我私下告诉你 当然是每个人都憧憬有一条自己的金手链啦 嗯 对吗 因为如果你会打别的就是游戏的话 嗯 拿金手链的可能性大很多 嗯 对对对 所以我有在练souha啦 练souha 就是 啊 高低缩还有高牌缩都有 还有低牌缩 因为那些游戏相对来说 pro跟不会打的人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嗯 嗯 对 但说什么都太早了 就是要学 要 我现在抓紧时间要学嘛 直接all in 56k 这里k圈是要跟住的 那这边他们就是分十的 对 只要vlog不是三张红的就还好 对 啊 三张黑的那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一个chop 可以看到现在短程码都已经没有了任何操作的空间了 所以在录池即套池的情况下你基本上都是在翻前要拿主器牌去打光 对 有一个界限了 每个人心中有一个对这样子一个界限的不同理解 我个人是觉得界限在二十个二十多个anti 左右 二十多个anti左右 当然如果桌子弱一点的话桌子弱一点的话可能会调整 嗯 J 他说要按摩 哈哈 对排球也是需要有生活的 对 他看不出来 对 你说要出来 对 是 他对 他对 很判断 好 我 这 他的 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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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他对 拂了一个KK 结果只是check 他没有埋伏到任何人 但这里 直接被返超 直接被返超 Flink在这边难道顶两对 我不知道在他的系统里 他这种KK 是不是符合他的系统 你看EasyFold 我也挺好 他既然选择了Limp进去 然后在翻前没有蹲到人 那翻后就是可以放弃 可以轻易放弃 有时候很多玩家我们看见他们就是很难 气到KK圈圈的这种牌 对于这张桌子来说 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我说了像刚刚气到KK 玩家我跟他打过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玩家 他是不会说他气到KK的时候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就是淡定 而且非常的轻易 因为翻前和翻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对 因为你再任性也没有用 对对对对 不要让任何的消极的情绪去影响你的 你的排技 不要让自己技术变形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会想到 我翻牌前那么领先 那翻牌后就被超越了 就是那种感觉 对 我很不服 对 我很不服 不要不服 你就会不相信对方 手上确实有这个牌 对对对 我觉得任何竞技你都要有一种愿赌服输的精神 包括各种体育竞技啊 包括什么 你经常会看到很多人输了之后 那种不甘心 你当然可以不甘心 但是在排桌上 是基于礼貌 我觉得可以不表现出来 是 对 更体现了自己就强大的控制能 也会让对手更加对你恐惧 对 给对手更大的压力 有很多玩家就是他们不能征服的 就是自己上头的那个情绪方面 如果你把这个管理好 资金管理好 就是你会成为一个就是很不错的玩家 对对对 像我师傅刚教我打牌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就是情绪管理能力是远比你的技术重要的 对 因为像打牌这种基于数学的东西 任何人都可以学 对 而且也不用特别高深的数学知识 初中数学就完全可以加于这个游戏 对或者背 对对对 你就这样死背也有用 对对吧 而且经验 但是像你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 你的心态 调整能力 一定是需要重点 就重点要抓的 对 因为我们要就是 我觉得 如果我们可以去打一场扑克比赛 都已经很幸运了 对对对 就是我们可以去享受一下这种游戏 对吧 然后呢就是我们不要去 我们不需要去烦恼就是吃 穿的暖啊 对 吃的饱啊那些对吧 以及都是非常幸运的 对 所以就是你不应该去因为一个游戏 对对 去导致就是你 情绪上的失控 情绪上的波动 对啊 这里是A圈 他总是能抓到 能 能压制对手的牌 然后呢他的位置也非常好 也是 现在是装位 对 那他又再次推了两家对方的欧营 那这边呢 那Ivan 他就选择了气牌 然后呢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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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Pater Galski 在这桌上一直被 对对对 同一个人 对 总是被他搞 但他这里不是因为上头才call 因为Ago Ago这里是 Ago这里是 他race了五万 五十多K 他这里是要call这个的 对 然后他也有可能领先的牌 是什么构式的那种牌 也有可能性 对 Ago这里 对于他 呃装位的整个 呃 是不落后的 不落后的 但不领先 但也不落后 对 但是他如果气掉的话就是 我们说的就是 一定是被剥削了 对 这里Ago不能气的 就不能气 我都说了 就是说短牌的核心在于 你经常 你打一个长期的短牌游戏的话 你可以在 就是说 翻后气掉一些 就是flop拉帅 气掉一些东西 你也可以翻前去 去呃 调整你的系统 但是你不能在翻前 在你做出投入的情况下 你违背你的数学 嗯嗯 去fold掉太多你不该fold的东西 对 哪怕你知道落后 对 这样你就给对方太多多的价值 对对对对 太多空间 对 那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大家的积分牌 这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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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到后面 芒朱结构创升了之后 他的优势会被缩小 优势会被缩小 但仍然有优势 目前是他最 如果他这个时候来牌的话 是他最冲击大筹码的一个 他虽然已经是 哇又来一手 而且又主导对手 对 然后他也是后卫 可以看到短牌 牌历史的确是很接近 即使K圈被AK主导 仍有32的盈率 但他没有投入 没有投入 他这里K圈 不知道会不会防守 就是按照系统来说 他的频率 高频率的all-in K圈是要防守的 防守了防守了 防守了防守了 就是因为 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他呢 对对 他确实就是 但他这里 他这里依然会用很多 就是落后于K圈的牌 去做一些steal 因为在这个位置 co位是最最适合说去抢的 抢的位置 就说这个位置 我知道后置位啊 后置位就是一个 去去进攻的位置 他就可以游戏很多的手牌去 这里基本上 不发10的话是结束了 对 哦 我这个 你这个嘴怎么吃点 我这个 我真的是合牌神仙啊 没意思 我刚说不发10就 以后我all-in的时候 你在我旁边帮我海牌 你给我钱吗 对 给我酬劳吗 免费给你1% 好 但是一定要叫到才可以哦 也可以 反正我是free road的 对 说到这个后置位 在观察尾上 co位 后面只有盲珠的情况下 你可以去做大量的squeeze 对 因为这边短牌的co位 不是大量squeeze 大量steal 对 我们就是 就是长牌的button位 对 因为你知道在后置位啊 你的家住 你后置位是最适合 家住的一个情况 你这里家住有三个意义 一个是steal 就相对于 就前面没有人 你相对于你的盲 就是盲位 就是装位 你去开一个open 他有很多牌 如果不接你的话 就被你剥削了 你又偷了他的盲 抢了他的盲 steal 还有一个就是 对前置位的limp啊 一些squeeze 你可以拿很多的牌 去做一个大的家住 让前置位去for牌 即使前置位call上来 你仍有游戏空间 仍有游戏空间 对 还有就是isolated 就是你去隔离 你觉得对手 就前置位有对手 去做了一个open 你觉得他打得差 你可以去做一个小的 一个小的一个家住 再家住 把他去隔离出来 就只打他 就只打他 这样子你如果 翻后的游戏能力 比他强的话 你长期以来 你可以从他身上剥削 非常多的权益 对 他这样就是拿下底次 真的前置 加上那个大盲 已经很多筹码 在中间了 你可以去 用攻势来推倒了 就比如说假设 说说持住比吧 先说在button的call 的range好了 就是为什么说 我在button可以call很多东西 首先你是一个close action的 一个位置 其次你想 如果是 大家六人桌 大家下一个anty 你装位下两个 那么前置位有玩家open 十个anty 这已经是大的open了 十个anty 那你需要跟住 就是八个anty 就装位要跟住八个anty 那么去赢一个 去看一个 一共二十六anty的一个底持 那你需要多少胜率呢 基本上需要 百分之三十八点五 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的一个 那你几乎每个手牌 都可以进入这个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需要 对抗一个 就是说 一个前置位的家住 你要 假设他是拿 前位是拿 中位啊 就拿百分之四十的开牌 去开的 那么你versus一个百分之四十的 一个牌力 你百分之三十八的盈率 是在一个什么区间呢 你几乎是 可以赢到A6O K6S 就是说你可以拿 前百分之五十九 前百分之六十的牌 去call这个 十个anty的open 这是一个很重的open了 那你可以call 如果对方是紧的玩家 你versus一个 对方百分之八的 一个家住尺度 你要有百分之三十八的盈率 是可以赢到 可以call到 80 K10 80O K10O 这是一个前百分之二十 到前百分之二十二的 一个区间 就是说你可以call 很多很多的牌 所以说短牌 大家就是说 对于短牌犯的错误来说 不在于你翻后游戏的 就是说水平能力 因为如果你有长牌基础的话 你翻后游戏水平 肯定是不会弱的 就是不会特别不懂 但是长牌 但是长牌 相对于短牌来说 它的不足的地方 就是说你需要去提高的地方 是翻前 你要call很多东西 对 像长牌 就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翻前去call 对手很多的open 你会输很多 输很多 对 所以我们要翻牌 其实比较近 因为长牌 你的相对于对手的top range 你的反超的余地不大 但是短牌 与其说相对于长牌 说它更相近 不如说它更相近于奥马哈 它是一个排力池 比较接近的游戏 你需要去防守更多的 而且它有anti 它没有盲柱子 它是anti值的 在有anti值 你有投入的情况下 你要去防守更多的 就是排行 排力池 你去抢回你 你每人付出的那一个anti 那一个anti就是你的生命 你每人都不去保护它 你的生命就慢慢地被流失 慢慢地剥夺 对 就几乎是说 每手牌你都有下一个盲柱 对吧 盲柱就是你的 就是anti就是你的生命 你必须去防守它 所以说 在数学条件合理 就是说 在基于数学的理论上 你是正EV的情况下 如果你 你这手牌要call 你不call 不是说你打得紧 而是说你犯错误了 就是说 基于你的系统 你不能犯错误 哪怕你觉得这手牌 哇好难受 K10O好像很差的样子 但是你必须去防守 你必须去用一个 落后的排行 去打一个 有位置的翻后 这是对自己的挑战 也是说 对你系统的一个捍卫 打短牌 不能说 你觉得落后 你就要去逃避 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 就是你 翻前你要有一颗大心脏 才能去游戏这个游戏 那这边我们有看见 Huckston 对 他在前置位 拎了九勾 扣进来 然后呢 这一座玩家 扣进来 双位用A9 没有做squeeze 那我们现在是四个玩家 进入翻牌后 三张黑桃 十七六 嗯 那这边我们看见 Divorce 对 Hijack 他的顶对 带second nuts 脚是非常好的一个排行 是 然后Flick也是 他现在在这边 中的是两队 但因为是很湿的面 所以他这里 还是可以 就是可以控制 就是check call check call check race 问题都不大 不过在这个臭手的情况下 可以check call 可以check call 那我们看见这边 Ben Lam 他是 选择七排 他就选择七排了 那这边Divorce 他不可能就是把它 就是 Case的牌 干了 那我们看见 他是选择call check call 打得很稳 打得非常稳健 对 我觉得就是 在这个面上 因为这个面上 他的K10 不是赢很多东西 这张七是两方 都不是很愿意 见到的一张牌 那这边 我们会说 Flick 他的两队 是被counterfeit 对 River 补了张七的情况下 大家都差不多能了解 对说这是个 什么样的情况了 你在这里前之位会下注吗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value bet 因为有可能很多玩家 在前之位你也会下注 这盒牌面上 拿A嗨或者小队子 check 我的风格在刚刚那个面前之位 可能会相对于check check check call 对 会相对于check call 就是给对方bluff的机会吗 不是 就是 也可以这么说吧 给对方bluff的机会去call他 也是 去损失一点 就是被操作的余地 因为这里 我如果吃到 对方如果非常激进 我bet吃到一个很重的race 特别是在后手很深的情况下 吃重的race 很纠结 因为对球有很大量的超队 也有可能 也有弃案之中 对 Diverse他有可能选择 就是只有下注一万 在就是对方加注的情况下 他可以考虑跟注 对 是一个block betting block bet 对 我倾向于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玩牌 我更倾向于去利用位置 我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倾向于防守 所以我刚刚在前置位情况下 我 K10也不会去打出来 会倾向于check call 但不同的人有 不是说我的打的比他差会比他好 是我们两个不同的理解 对 这个游戏的意义就在于 就是大家打的是同一副牌 36张 是 或者是打的铺52张 就是长牌52张 但是每个人 他的系统 哇 这里直接 出来 直接炸弹 对 顺子都没有得追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短牌里面出 强牌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 毕竟牌少 对 因为我不喜欢说 哪个玩家打的不对 对 我觉得就是大家对这个游戏 理解都不同 而且他们有很多 就是说 他们以前有一些打过 跟这个玩家玩过 所以他们有些 针对性的 我们不一定就是理解他们 是为什么做这个动作 但是不一定意思就是错的 对 理解 理解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觉得 不管是打牌也好 生活也好 每个人对世界 对扑克 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对 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 你自己做了对的决定 而且结果是 结果是坏的 坏的 对 你觉得会被对手 但是可能在对手的这个 整个宏观的一个line里面 这只是他少数的 去捍卫自己EV的一个 一手牌而已 他这手牌落后 把你Bad Beat了 但是他落后 不是落后在 不是说这手牌落后 而是说 整个可能系统上 他长期来说是领先的 看上一张A 但还不是说很坏的情况 出了一张K 那这边我们看见 Marco Watson 他没有买到顺 然后呢 他现在被淘汰 在flop的话 是Ghost是 还是领先蛮多的 对 还是有领先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游戏 买顺很强 对 我们现在看见 有非常多的action 这边我们看见 Ben Lam 他用A8 在Hijack Way 推了个All-In 然后呢 Azac Hexton 又拿到很好的牌 KK 做了个call 那现在我们看见 玩家淘汰的非常快 因为掌盲的话 他翻倍掌盲 他的生存压力会很大 对于弱的玩家来说 我会选择狗啊 我会 这个买入比赛好高啊 就是25万 我不能就这样子 就去结束他 但是其实 你既然坐下来这个位置 你就要对得起自己的系统 你不要去管这个买入是多少 你也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 你不要去担心这个结果 对吧 对 你只要去 就用你的执行力 去执行你的系统就好了 对 因为有很多玩家会说 这个买入很高 所以他们会做 更紧 错的 对 技术变形 对 这样对你 就是这样 最好是不要去 你情愿去玩一些 你bankroll可以支持的一些比赛 对 就说明 他不适合这个level 对 如果这个买入对你来说 有很大的压力 那么你就是不适合这个级别 而且你就是会把自己打法都改变 对 所以说很多时候打牌不只是说你需要就是技术上你去领先这个东西 你还是需要去 就是说你技术只是一个层面 你还有bankroll 你还有情绪 你都要去 心态上你也要去克服 对 你各方面战胜这个级别 你才是战胜了这个级别 是 对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是说扑克是像打围棋那些 就是因为他各方面都需要你去调整好才可以打好这个游戏 那这里90就已经看到90毫无压力的推出去 毫无压力的推出去 那我们他这边是all-in24000 那这里all-in24000 他筹码量很多 应该会考虑做个call 他这里如果激进一点 甚至可以做一个就是再反夹 对 再反夹的all-in 对 那这样就可以 可能可以把Ego隔离的 对 对 他的后手现在是169k 他选择他选择call 好 那我们看见这个有三家 玩家进入翻牌后 他打得非常的 他打得非常的基于自己的体系 他没有觉得两家已经打光了情况下 我就我A9就算了 他照样可以打一个cycle 嗯哼 目前90 目前90 还算领先 对 无三差 无三差 对 他有中了中队 跟Ago五五开 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边Ago 追上的机会很大 在底池里面已经有封锁住的玩家的情况下 这边90看到这个8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重队两头胜 那再次Azac Haxton 过拍 对 对 那这Borce 耶 嗯 他们翻后打的还是比较稳的 对 都打比较紧实 打牌这个游戏就是要翻前激进 好 两边都miss掉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见这边Tong Tong Tong 对 甚至还要加上底柱 对 他这样有一个 可以拿下74000 对 对 他成功的 成功的又活过来了 目前它又有37个NT 37个NT又可以 又有很多的就是等牌的一个延续性 嗯 这桌 现在我们剩四位玩家 又拿到Case同色 那他选择在枪口位 做了一个跟注 4000 对 那Azac Haxton在这边 他有考虑下加筹码量 他看了一下 然后呢 也选择了跟注 因为他会考虑到 后面几个玩家会不会直接推出来 嗯 目前是 目前是一个短桌 好 这边呢 扣太多 你看就是这里会拿Case 一定是拿Case去做一个Squeeze 我们看见就是Flink 他真的在后面的那些位置打得非常激进 对 所以看出来吧 短牌位置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这个时候为什么说 庄位是最好的也是最差的一个位置 最差是因为他要多负一个忙 多负一个anti 但是最好也是因为 他可以 他可以就是通关全场 他可以看完所有人的动作之后再去选择 对 如果是面对一些就是水平不太高的玩家 我是宁愿把把做装 把把扶两个 两个忙住 但是一直都拿位置 对对对 一定是正义 这里拿到一手Nuts 这边Hexter我们看见他今天排力真的就是非常强 每次都可以拿到就是8%的那种 他这里选择了埋伏 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UTG你需要去平衡很多 是 因为有很多 因为对手会很激进 你会就跟进 跟进来 没有埋到人 但是呢 有很多玩家在这个中卫就推个all in了 特别是他那个筹码量 对 但是这边他打得比较谨慎 选择的就是call 但是我觉得A10这里 我在装位是一个递搭出去了 就是 可能 可能 可能Hexter也是 也是觉得 装位这个马量 他可能拿很多牌都会 都会 都会 去squeeze 所以 所以他这里选择了埋伏 埋伏失败 好惨 这个真的 在 你看大家排都还不错的情况下 他这里埋伏失败 就是蛮小概率事件的 真的蛮小概率事件的 即使我看了这个牌面 我都会觉得 嗯 就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那他只有 Devoris 有call他 对 也就是用顶队 10勾 那我们看见这边 马上转排发出来 给Devoris 现在是两队 嗯 但还算好 两队也只是反超了一些而已 是 我可以 两手互换 之前是60% 对 百分之69 左右 68 69 左右 然后现在反超了之后变百分之 就是两边的银率互换 这里应该是check call了 在这个面上 没有位置的话 这里顶两队会索取更多的value 看他打多少 打个三万 超齿下注 他不想对手有一些 脚花脚顺的一些牌 AE这里非常难受 面对一个超齿下注 对 就首先AE他这里 嗯 不是会很确定对方的范围 就说 嗯 即使他落后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 就是out子有哪些 是 很难处理 这就是没位置 而且面对一个重的 一个重尺度的下注 他很难处理这手牌 其实 是 他也不知道对方是在 就是很多的draw出来 买牌呢 还是 他哭上着脸 把它fall掉了 对 但是他做了一个很对的fall 他确实是落后 对对对 所以打得非常好 对 我们看见 Greenwood现在是刚坐下 应该是再次买路吧 嗯 他 哎 这张脸是 Sam Greenwood 还是 还是 Luke呢 这是Sam 是Sam吗 应该是 哈哈哈哈 我也觉得应该Sam 应该Sam 对 我跟 我跟Sam做过上下家 然后跟Luke也做过上下家 是吗 但是还是分不出来 对对 很难分啊 真的很难分 他说的就是 阿桐说的就是 Sam Greenwood 他有一个 三兄弟 对 三兄弟 他是有一个弟弟 是叫Luke Greenwood 他们长得也很像 然后呢 他们发型 跟胡子长的长度 也是差不多一样 应该 应该 Sam是弟弟哦 好像Luke是弟弟吗 不怕 我觉得 我觉得Luke是哥哥 Luke是哥哥 对 应该是Luke是哥哥吧 我知道Sam 他是 好像 刚 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他打好个赛 然后呢 最近Luke才开始打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想 一定是他教了 是Sam开始 是哥哥才开始打的 但肯定打得好是 乌龙之宜是 乌龙之宜是 Sam打得好 拿到了一手 Top Range 那这边 他All-in了 6万6 Go-go Go-go是要call的吧 那这Cut-off way 他推出来的 应该 手排很多 所以这边 Hackston他拿到 Go-Go 应该不会起 这里Overpair 应该也是一个 KK打Go-Go 也是一个7-3开 K圈这里又在想 K圈这里在想 我知道到底 这个牌 怎么说 在算持住比 他这个时候 就是在算持住比 来 等他做决定 Port里面应该是 接近15万吧 好 他选择 他选择All-in 他选择做了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那我们看见他 确实对KK很落后 但是呢 他是Hackston 还是Go-Go 那在这边 在这边 Hackston也是 挺纠结的 对 这Go-Go 挺难扣的 在这个情况下 蛮难的 蛮难的 但是因为三加底池 三加底池 勾勾很不舒服的是 他的发展面 就是那张勾了 就如果两家是Hack排的话 他勾勾 几乎一定会被干貌 扣了应该 扣了扣了 他基于数学还是扣了 因为没有办法 他已经打进去了6万6 然后 再补 再补一个后手10万 去打一个这么 去看一个这么大的地池 但是排率上 他一定知道自己是落后的 对 但这就是为什么 就说哪怕这是一个 线下的 20万买入的比赛 他依然要做一些 红线的事情 是 因为你不是只打这一场比赛 你也不是只打这一手牌 即使你知道你落后 或者说你知道 哇哦 这就是正确的 这就是正确的坚持 给自己带来的收益 哇哦 这和牌我们开阶 K圈 拿下 拿下了底池 中了一个顺 我刚刚想说 和牌如果出张10就有意思了 我觉得 我刚刚说和牌如果出张10就很有意思 那我们看着这边 我就没有说出来 淘汰了一位玩家 也是马来西亚的 然后呢 这边 Divores 他翻倍了 对 哈利波特还是打得非常好的 他的外号 因为他长得很像哈利波特 你知道吗 对 就中国玩家很轻易地称他哈利波特 那我们现在这边是有看见每张桌是剩五位玩家 然后呢 Hackston Divores是筹码领先 然后呢 红桌是Patagowski跟Fish Makita Bedores是最领先筹码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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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